現在沒有病痛了 怕可以隨鋪殺去 我真的覺得他是一個 我見過最沒有大小眼的長者 楊桂妹和鍾馨玲 十九號一大早 也趕來悼念諸葛亮 病逝至今 每天靈堂前 來來去去 諸葛亮生前好友 在現場也可以看到大兒子謝順福 每天在靈堂顧前顧後 十八號靈堂拉起圍籠 周圍也布滿藏儀社人員 傳出就是怕債主找上門 然後他發現我的脖子 一塊一塊的 這樣還要出名牌 這絕對有名牌 然後每個人就要轉過去 然後把腿掀開 他們一個一個要看看說 到底是什麼圖案 什麼號碼 然後他們要簽名牌 諸葛亮生前好賭 積欠大筆債務 好友像挖爆料 就連自己被鬼纏身 也可以算出名牌 而諸葛亮死後 告別式日期也還瞧不攏 甚至改成活化後 傳出舊簾下葬地點 也有變寡 經紀人回應 火化後還是確定會葬在基隆 原本預定的永恆園區 但告別式遲遲未定出日期 就是因為諸葛亮交友廣泛 許多圈內好友 甚至民間友人都從旁協助 導致意見分歧 讓家屬不知如何是好 跟外界的很多朋友的決定 那只能做一個參考而已啦 大家會建議啊什麼時候辦什麼樣的活動 那種意見一定會有很多嘛 但是決定應該是他們 他們自己家裡的人決定 好友們尊重家屬決定 不過許多決定都還在商討 恐怕持續下去 會讓家屬失去主導權 見黃家瑋羅一錦台北報導 好友好友好